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接受國中第一科代言如老師 在學習完和川的相關知識名詞後 接下來的學習重點要來檢視台灣的和川究竟擁有哪些特性 在開始上課前 這邊老師要來跟各位同學玩知識王的小遊戲 同學們準備好了嗎? 請問同學們世界上最長的和川為? 答案是尼羅河 全長約6800公里 同學們答對了嗎? 那同學們中國最長的和川為? 答案是長江 全長約6300公里 其實答案就在選項裡面 前兩題都答錯沒關係 老師來出一題簡單的 同學們台灣最長的和川為? 答案是佐水溪 全長共186公里 比較完長度之後 接下來老師要來考考同學流域面積 請問世界上流域面積最大的和川為? 答案是亞馬遜河 流域面積共691萬5000平方公里 流域面積究竟有多大呢? 大概有192個台灣大小 那台灣流域面積最大的和川為? 答案是高頻繫 流域面積共3256平方公里 挑戰完剛剛的題目之後 不知道同學對於和川的冷知識有沒有一些概念 這邊老師用圖表來呈現剛剛和川長度的比較 同學們有沒有發現台灣的最長和 跟世界其他長和比較起來 長度明顯偏短 而流域面積更是驚人 在圖表上幾乎看不到高頻繫的存在 經過剛剛的遊戲 老師要同學們思考而試 台灣和川究竟有哪些特色? 而這些特色主要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在釐清這些問題之前 老師要同學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我們將從影片中得到其中的一些線索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解鎖國中第一科代言老師 今天老師要運用AR地形沙盒 來教同學觀察台灣和川降水的特性 那同學們究竟什麼是AR地形沙盒呢? AR地形沙盒是由這組感測器 還有投影機 然後還有電腦 還有這個沙箱 所組成的一套系統 那我們可以藉由感測器 來感應到下面沙子的高度 然後再藉由電腦的運算 藉由投影機 投影出我們要的沙子的顏色跟高度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投影的效果 同學已經看出來投影出來的效果了 那接下來老師要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有沒有發現說 沙子的高度不同 等高線的形狀也會不一樣 然後沙子的分層色色也會不一樣 同時呢老師也可以快速的來改變沙子的高度 然後感測器也會根據什麼 沙子高度的改變而投影出不同的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老師要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原理 來告訴同學河川的特性 同學們都知道 水會由高處往低處流吧 那同學們注意看一下老師的手 老師的手只要把手掌張開的話 到哪裡它就會開始降雨 那開始降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藉由降水水所流的方向 來觀察台灣河川的特性 在哪裡它可以接著 感覺還有影片 online再上一次 像同學說的 影片一樣 作詞 摸 放夢 放水可樂 提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 台湾河川的特性 像是长渡、流向 还有流速上、深受地形的影响 在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这样的特性 那同学们有没有思考 究竟这些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呢 老师继续讲解下去 就台湾的自然条件而言 台湾因受主要山脉南北走向 与形状南北辖场的影响 所以主要河川东西分流 造成台湾河川长度偏短 且因庄山脉偏东的关系 西部的河川长度股片大于东部 而台湾唯一年轻岛屿 波渡陡峭 导致台湾河川流动的速度急促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台湾的河川往往很快就浸流入海了 就降雨空间分布来看 我们先来看台湾冬天的地面封场的影片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农冬二月台湾的地面封场 主要来自于蒙古高压的东北纪封锁控制 同学们可以观察一下气流的流向 接下来老师把台湾放大来看 同学们可以观察东北季风与台湾地形的交汇 我们可以发现主要云系都集中在 银峰面的东半部 西南部位于较晴朗的背风面 天气较为晴朗 最后影片我们也发现 台湾的降水受地形与季风的影响 降水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山区与北部 就降雨时间上来看 除北部地区全年有雨外 台湾大部分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 时间分布极为不均 降雨时空的分布不均 最直接反映在河川的流量变化上 以濁水溪为例 涂为濁水溪的流量变化图 我们可以发现濁水溪的流量在冬季是非常少的 一直要等到五六月梅雨季来了之后 水位才有明显的提升 等到夏秋台风季节过后 水位又趋于低点 在照片里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样明显的变化 而这种流量变化大的河川 多集中在台湾的西南部地区 我们称之为荒溪型河川 上完今天的课程后 相信各位同学对于学习内容已十分清楚 老师这边也利用笔记将今天学习内容的架构做一个整理 同学们也记得要去做题目来检合自己的学习成效 在下课我们接着要来上台湾水支援的开发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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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